解放战争末期 眼看国民党政府大杀江青 败局已定 即将成为一级战犯的蒋介石 逃往台湾 偏局异域 他党下的能人志士和军政大佬们 也坐鸟兽散 纷纷闭居海外不问世事 然而有这么两位国民党的得力干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却纷纷携家带口回归大陆 引起了全国轰动 他们分别是魏力皇和李宗仁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两位国军大佬 都在毛主席亲定的 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之中 按理来说 这两号人物 应该是被押入龚德林面壁思过才是 但他们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反而在建国之后 获得了很好的待遇 有着常盛将军之称的魏力皇回国之后 被毛主席任命为副国级干部 反观李宗仁 作为蒋介石曾经的死对头 回国要关却吃了闭门羹 虽然要关不成 但中央也给他安排了不错的生活待遇 那么魏力皇为何会担任副国级干部 李宗仁去负贤 两人回国待遇的差异从何而来呢 魏力皇是蒋介石嫡系的五虎上将之一 深得蒋介石的欣赏和器重 早年间 魏力皇就追随孙中山掀起民主革命的高潮 参与了北伐战争 围剿红军 这时的魏力皇已经彰显出 智勇双全的金氏才能 在抗战时期 号称抗日虎将的魏力皇转战南北 立下赫赫战功 被美国名将史蒂威称赞为常胜将军 抗战期间 国共双方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中国一致对外抵抗侵略者 魏力皇与八路军积极展开协调行动 共同剿灭日寇 取得了辉煌战绩 同时 魏力皇也尊重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方针 不跟八路军夺权 不对八路军进行干预 不仅如此 对抗日部队一视同仁的他 还顶着上头的压力 给八路军支援大量军备物资 缓解了八路军极其艰难的作战条件 与此同时 魏力皇在抗战期间 还与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 彭德怀等人谈笑风声 自此与八路军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但是也正是因为魏力皇与八路军的密切合作 招致了蒋洁石的不满和猜忌 抗战末期 一心袭击八路军驻地的蒋洁石 任命魏力皇支援剿匪行动 却遭到魏力皇的拒绝 不仅如此 他还照常向八路军 持援军备物资 引起蒋洁石极大不满 抗战一结束 蒋洁石就剥夺了魏力皇的兵权 并解除魏力皇的各项种植 将其调离第一战区 进行密切监视 直到后来国民军远征缅甸 蒋洁石才恢复魏力皇的职位 将其任命为司令长官率军远征 但是未曾想到 还在重庆待命的魏力皇 却因与八路军的密切联系被人告发 再遭撤职 后来就到了内战时期 一心民族大义的魏力皇为了躲避内战 干脆借口赴欧美考察军事 任蒋洁石多次催促魏力皇回国主持战事 他都充耳不闻 找借口推托 直到1947年 国民党军惨败东北 被逼无奈的蒋洁石 不得不多次电令魏力皇 要求他担任东北剿匪总司令 企图利用魏力皇的军事才能来挽救败局 这时的魏力皇感到十分为难 为此他特地托他人之口 辗转的同中共中央进行协商 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 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力求与中共合作 因个人环境关系 希望绝对保守秘密 此时的魏力皇 已经准备好随时起案同名 甚至秘密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是由于当时时局特殊 魏力皇的入党请求 遭到了中共的委婉拒绝 在蒋洁石的百般殃求之下 魏力皇无奈回国 接替上一任东北总司令 收拾烂摊子 他看似在固守要塞 在修整攻势 十分积极地进行备战 事实上 却按兵不动 驻守原地 甚至多次巡游 违抗蒋洁石求援的命令 对国民党军见死不咎 最终在魏力皇的装聋作哑 和阳凤音为之下 蒋洁石的战略计划毁育一旦 国军惨败辽审战役 国民党大伤运气 一蹶不振 对蒋洁石里亏的魏力皇 在辽审战役之后 思考了很多 最终还是选择逃回南京 也因此遭到蒋洁石的扣押和软禁 后来蒋洁石被李宗人 和白崇喜逼退位 魏力皇才趁机逃出南京 出海避难 等到新中国成立之际 不顾国民党特务监视的魏力皇 坚持向毛主席发出了 一份诚挚的贺电 而这一份贺电 也让中共感受到 魏力皇的忠心和真诚 对此毛主席亲自拟写电报 欢迎魏力皇回国 1955年 在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 和周密安排下 魏力皇终于顺利回归 祖国大陆的怀抱 受到了中州里 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亲自迎接 和毛主席的设验款待 为了表彰魏力皇在抗日战争 和辽审战役之中做出的贡献 凭借着一身军事才能 和赤诚之心的爱国将领 魏力皇还被中央为以重任 担任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 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做出了贡献 同时回到祖国怀抱的他 还不忘痛斥并揭露蒋介石 背叛三民主义 卖国求荣的种种罪行 并号召爱国国民党将领 起义回国 也许是因为魏力皇的号召 或是看到了魏力皇 副国级干部的特殊待遇 在美国流亡十余年的 李宗仁也决定回国 不过他心中始终有所顾忌 与魏力皇这等在蒋介石手中屡受打压 新怀民族大业的军事家不同 李宗仁在国民党之中的位置十分特殊 比起武陶伟劣的军事家 李宗仁更像是一位善于权谋 野心勃勃的政治家 不仅如此 李宗仁并不属于蒋介石嫡系派手的军阀 而是自称一派的贵系军事统帅 在抗战之中 一场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将贵系军阀的军事地位推向顶峰 因为个人的长年累积 李宗仁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都十分雄厚 是蒋介石的头号竞争对手 抗战结束之后 他的工作重心从军事转向了政治 开始着手参与国民党内的政治斗争 并成功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 随着蒋介石在解放战争之中的节节败推 美国便视蒋介石为弃子 转而扶植李宗仁为中华民国代总统 面对中共浩荡南下的攻势 李宗仁幻想过 通过和谈来阻止中共难度长江 不过虽经多方斡旋 但最终也未能与我党达成一致条件 最终我党百万雄师郭大江 一举南下攻下南京首富 全坚李宗仁布下的贵系力量 彻底消灭了李宗仁的政治资本 因与蒋介石多年不对付 李宗仁并未逃往蒋介石所在的台湾 而是选择流亡美国 当然即便是两人天各一方 也阻止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摩擦和斗争 在1954年 李宗仁还公然反对蒋介石独立台湾 与蒋介石从曾经的暗地较量到撕破脸皮 两人的交恶不禁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 中共中央认为 以李宗仁在国民党之中的地位和对台湾的态度 如果能借机拉拢李宗仁 也许就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台湾问题 同时异兴归国的李宗仁 也在不断试探中共中央对他的态度 先是三番五次令好友陈思远远赴北京 了解中央对他的态度 又是在美国耗费11万美元的巨资 搜集流落在外的文物捐赠回国 以彰显自己的爱国情怀 对于李宗仁先生的捐赠 党中央也高兴地收下了这份新意 只可惜经过鉴定之后 有关部门发现 这批花费11万美元的文物 没有几件是真品 后来在中央的审慎考虑下 认为李宗仁投石问路之心显而易见 最终决定付回李宗仁12万美元 并告知他买到的是假货 另外在与此同时 我党也表示 欢迎他在实际成熟之时返回大陆 李宗仁对此回复道 实货 这一语双关既是指新中国对文物的态度 也是指新中国对自己的态度 回国后的李宗仁 受到了周总理 叶剑英等中共高层的亲自迎接 规格体面十分到位 这令李宗仁大手感动 在讨论如何安排李宗仁职务问题时 李宗仁主动提出要求担任副国级干部 但是却遭到了周总理的拒绝 因为周总理考虑到李宗仁在国民党内担任的是总统之类正国级职务 回国之后 降职为副国级职务 与国际舆论和统战来说都十分不利 在周总理的解释下 李宗仁也表示十分理解 这时候的他对于名利都已经看得相对淡薄 只想安心养老 虽然中央没有给他副国级的职务 不过一切生活待遇都是按照副国级别来进行安排的 对他的饮食起居照顾都相当细心 总而言之 李宗仁与魏力皇其实没有所谓的待遇不同 厚此薄彼 只是因为李宗仁在国民党之中的职务背景更为特殊强大 才不得已而为之 李宗仁虽然在与中共和谈时 也有自己的一份私心所在 但是他对于祖国统一所做出的贡献 也能将功赎过 在新中国受到优待 实际上 终于真正的不合选 您准备到 您得 слов